台北医学大学成立于1960年 位于台湾台北市信义都心 临近全球知名的101大楼 走过半世纪 台北医学大学如今已发展成 一校六院双校区的教育医疗体系 在董事会及历任校长带领下 共有十一学院及一通事教育中心 学生人数超过六千人 英国权威大学评鉴机构QS 及英国太福市高等教育THE 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及亚洲大学排名 台北医学大学表现非常亮眼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台北医学大学有四个学科上榜 全球公认学术评比最重要的ESI 台北医学大学有临床医学 药理与独理学等六个学门进入世界前百分之一排名 台北医学大学秉持以医学教育为本 生医临床为用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定位 尾落实教育不是为现在而教 而是为未来而教的理念 培养具广度的生医人才 成立跨领域学院 设有跨领域学习中心 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及数位自学中心 学生在新建的500平跨领域学习空间 可研修人工智慧、城市设计、新媒体、大数据等 具前瞻性跨领域为学程 培养跨越能力 透过创新创业学习机制 培养学生具有创新能力与创业家精神 善用全国首创由学校提供数位自学基金 透过国内外线上自学平台 选修哈佛、许丹佛、耶鲁及约翰霍普金斯等 国际知名大学的课程走向国际舞台 在培养专业医疗人才方面 本校以培育兼具人文关怀、创新能力 及国际观的生意人才为教育宗旨 除了传统教室与临床教学研究 长久奠定的厚实基础 今年也导入最新颖的AR、VR虚拟实境世卫教学 建置全台最大的虚拟解剖教室 也在大安校区建构亚洲首间 由SSH认证的医学模拟教育中心 设置最尖端的模拟家户病房及手术室 开发VR虚拟实境模拟教材 将实体模型教学提升为虚拟实境的教学 至于专业级摄影棚制作精良教学影片 进而推出内容杂实的开放式课程OCW 巨型开放式线上课程MOOX 提供上百门全新学习课程 吸引超过9万名国内外学生报名 翻转传统教室的学习模式 台北医学大学同时重视人文艺术教育 与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合作 带领学生走入博物馆 亲身接触丰富之文化宝藏 除了课堂上的专业知识之外 台北医学大学也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各项社团活动 他们多元而杰出的表现 获得国内外高度肯定 他们积极无私地付出 更写下台湾最动人的篇章 在研究方面 台北医学大学建立以临床为导项 转移医学为主轴的多个优秀研究团队 聚焦癌症转移、神经医学、胸腔医学、人工智慧医疗、细胞治疗与再生医学、医疗器材研发等重点研究领域 研究计划建树及经费逐年成长 SCI论文质量逐年提升 在生技产学方面 成立多家衍生新创公司 设立北一创业基金 加速教师研发成果商业化 打造拥有国际级生技研发动能的双核小区 设立创新创业加速器 培育创新创业团队 推动研发成果产业化 建构生技创业生态系 台北医学大学积极走向国际 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凯茨西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 日本北海道大学等政府机构 及知名大学合作 国际合著论文占论文总数三成以上 外籍教师及外国研究生也逐年增加 国际化成果丰硕 2009年起 台北医学大学派遣医疗团 常驻史瓦地尼及马绍尔群岛等国 提供富幼卫生 结合病防治及寄生虫防治等医疗服务 近年来更积极配合政府施政 强化新南向国家合作 如协助越南结合病防治等 为后执我国外交实力尽一分心力 追求卓越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 目前是北伊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刻 但面对未来更严峻的挑战 没有丝毫松懈的空间 进而破话制定北伊2030的未来十年愿景 规划校园发展的十年蓝图 全力发展成国际医疗医学大学 乘着这股不断向上攀升的启示 北伊今年来新建完成军卫楼 人社院大楼 同时积极建设植子治疗中心 台北癌症大楼与双核校区 硬体建设之外 人才培育更是北伊体系持续成长的动能 因而开办卓越领导学院 至今已迈向第三期培育上百名高阶主管 为了提供病患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近年来北伊复医、万芳及双核等附属医院 结合医疗大数据、医疗物联网、区块链 及电子化病房等人工智慧 全力发展智慧医院 其中北伊复医在卢岩手术、智慧医院 生殖医学、达文系机械手臂手术 万芳在长照与社区型医学中心 晚期癌症整合治疗 慢性肺病及TB防治照护 时证与大数据转移医学 双核在癌症整合治疗、神经医学 精准微创手术、呼吸照护 都有相当亮眼的表现 至于台北癌症中心在个人化精准医疗 专属领航服务引进国际早期临床试验 台北神经医学中心在动态导航及脑部机器人辅助手术 整合性神经医疗、脑部肿瘤、脑中风及神经附件 理会立医院在器官移植、云诊室、远距会诊等领域的表现 也都令人惊艳 在迈向创销60周年之际 展现台北医学大学教育医疗体系 以病人为中心的核心价值 在这个理念下 台北医学大学将持续深化教育、研究、医疗、国际化、生计产学等实力 朝国际医疗医学大学之路向前迈见 特纳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原来 taking care of the人 竟然这样 constrained 竟然是 2200ال